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前解析 今天是2月8号星期,我是Vanessa 那我们照例先来看一下上周的美股的一个走势 在上周美股是强势收涨 三大股指均创下了11月以来的最大周涨幅 标普500周涨幅是达到了4.6% 道指涨幅3.9% 那纳指的涨幅是高达了6% 而标普500和纳指是再创了历史新高 标普500指数和道指是连续5个交易日创下了上涨 那在澳洲方面呢 今早因为此前TWE是有新闻报道说 他们将会把业务拆分成三个部分 那TWE是否认了这个说法 那另外呢 在本周三的时候啊澳洲的四大银行的龙头CBS将会发布他们上半年的一个财报的数据 大家可以关注四大银行的这个财报的数据 因为他们的收益和股息的强劲与否是跟澳洲的经济表现息息相关的 如果说澳洲的数银行数据亮眼那这可能会支撑本月甚至下月的这么澳洲股市的一个市场 大家可以关注那今天的早间新闻就到这里了 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可以关注收藏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在澳洲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中文直线电话038658 0603 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go markets au3 进行跟我们进行一个线上的交流 谢谢大家 go markets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